我們現在又到澳洲了 然後我們這次到了墨爾本 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墨爾本好大的感覺喔 剛才在飛機上看下來 因為它的飛機就是飛在它的市區上空 所以超亮的耶 然後我們現在一出的機場 我們要去搭這個SKYBUS 大家看到有成人的車票是22塊 不確定在網路上 像是KK Day、KLOOK那種先訂的話 會不會比較便宜一點 那現場買的話好像也比較貴 對在這裡買 我們就選這個NORBURN CITY囉 22塊 然後我們要搭到南十字新車站 然後如果是萬位的話就是一個人是22塊 然後我們就買了Return Ticket 一個人是36塊 你看這個SKYBUS 全部都是NORBURN CITY的 好多的 然後這個巴士呢 它10分鐘 每10分鐘就有一班了 好方便喔 對啊然後開到市區大概30分鐘的時間 而且它車上還有免費的Wi-Fi可以用耶 對啊 我們現在搭到了SOUTHEN COURSE這一站 然後它這一站呢 它就是有點像是轉運站這樣子 全部人都在這邊下車 然後這邊呢 可以轉 你要搭其他的UBER啊 TAXI啊 或是其他的TRAIN 或是其他的交通工具 都可以在這裡轉 看起來來回都是在這個車站 然後我們現在剛下車啊 然後一走出來 覺得這裡好熱鬧喔 我覺得Wi-Fi好像倫敦喔 我也覺得 而且比較有那種 有一個倫敦的味道 一個倫敦感覺的感覺 對 比較稀皮嗎 然後人種比較多 雪梨比較多的種 然後人在路上耶 對 我們這Viu也太好 太直接了吧 對啊 趕快拉起來 嗨 好笑喔 然後它這個是上面的 他這樣看進來 很好笑耶 好那我們現在進來到我們的房間呢 也是一個背包客旅店 然後它這裡就是很接近火車 在我們走路的大概10分鐘就到了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煙霜的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煙霜的 也是上下鋪 然後下面是雙人床 上面是單人床的 嗯 很好 這裡比較淡一點 比雪梨的大 它就是樓梯有兩層 要不然行李有點麻煩很重 然後check in 也是經歷的波折 才有辦法check in 輸入很多東西 對 事故check in 好 什麼事 墨爾本給你的第一印象怎麼樣 很多人種 比較像紐約 不像倫哥女孩這樣 對不對 可能今天又是禮拜六 不能在外面party 然後我們住的這個backpacker 就有人在樓下抽煙 嗯 還有一些東西 對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住在這邊 位置比較熱鬧一點 所以呢就是相同的就是 也會比較亂一點 對 就這樣 對啊 外面很多的酒吧 大家都在開趴 很熱鬧 現在已經快到12點了 而且 連一般的餐廳都還是開門的 嗯 所以我就說很像紐約 嗯 大家都在 那個酒吧的外面 聊天啊 或者是喝醉酒 什麼的 然後抽模樣東西 對 我們的這個房間就在二樓 然後兩邊窗戶打開 就也看到樓下的人 很有趣 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墨爾本的第一天 然後這就是我們住的backpacker hostel 那我們今天呢 會先去我一座莉亞女王市場 嗯 然後接下來去一個大家來到墨爾本 大家都會一直逛街一個地方 好的 去那邊吃東西 然後跟逛街 對 那在墨爾本這邊呢 最有名的就是咖啡 不是我晚上晚上做功課 或者是朋友 任何朋友推薦 然後他們就說 一定要去喝咖啡 然後他們這裡也有一個 知名的咖啡結婚會群 我們兩個又要準備去外送的樣子 對 來補貼一下我們的住宿費 對 在澳洲這邊真的是看到很多人 其實他們的店鋪車 對 對 然後就是出來送這樣 對 很像是台灣揭曉那種的店鋪車 對 走 走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墨爾本的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那這邊呢也是大家來到這邊的必玩的一個景點之一哦 那這個市場呢是全球第三大規模的一個露天市場 那來到這邊大家就是會去買一些像生鮮 生鮮類的啊水果啊肉類啊海鮮啊 然後紀念品也可以在這邊買到 這個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它是從1878年開始營業的 超久的了 嗯 100年以上了 對 這個站地很大 你看它這個地圖就看得出來了 對 你看這一整區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 然後它連這個廳車也很大 對 它這個市場雖然有100年以上哦 但是它裡面它還是規劃很開心的樣子 好像是室內 嗯 先看看第一排有什麼吃的 我們再吃一個島餐 好 我每一排都逛 嗯 所以這裡的稱號叫做墨爾本的廚房 第一天就是在賣咖啡 嗯 哦 在每個禮拜三的晚上5點到10點會有夜市耶 會有各個國家不同的料理 哦 然後再來就是有手作的用品店 嗯 你看這是二手的嗎 不知道喔 很多皮腺類的東西 對 錯啊 然後我們現在在market裡面的一間咖啡店 然後準備來點咖啡跟早餐 嗯 這間叫做market lane 對 在維多利亞女王市場這邊有兩間 謝謝 謝謝 點了一個卡通 跟一杯咖啡 它這邊主要是賣咖啡 然後如果說來這邊早吃的話 它就是會送類的東西 就兩三種可以選擇 那咖啡的話呢 他們這邊推薦的是black wine 跟烤cino chocolate 我是第一次坐在吧台看人家弄咖啡 嗯 它的口臭你有沒有覺得它味道很多 對 它煮得很脆色喔 它就是味道 有兩三種味道 吃起來 我們 我們在紐西蘭吃那個可不可以好吃 這個也是好吃 對 就是不同味道 哦 蠻濃郁的咖啡 其實很明顯 因為一走進來 都可以聞到很濃的咖啡香 而且很多喜歡咖啡的人 就會喜歡這種很濃郁的咖啡 對對對 這個咖啡啊 就是真的像是 很像是在喝酒一樣 就是你可以喝到說 它這個豆子的味道 跟別的 我們以往喝的咖啡的味道不一樣 就很多人在說 其實拼咖啡跟拼酒跟拼茶就是一樣 它就是有跟不同的豆子 不同的茶葉不同的酒 不同的葡萄這樣子 就這個可以喝得出來 而且 它不是那種咖啡混的 就是那種感覺 空培很久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它不會吐 還是很香 很好喝 我覺得在墨爾本喝咖啡 真的是 可以喚醒一天的 真的是有那種喚醒一天的感覺 真的 我以往喝咖啡喝完之後 我就好想睡覺 但就是 這個喝完之後 我就整個人有那種清醒的感覺 哇 是咖啡之度 嗯 然後在這個Market裡面 還有我朋友推薦一個 他每次來過的Beach 就是這間 的Muscle Pop 是吃Muscle嗎 對 是吃Muscle 嗯 好 晚一點再來吃 必吃Muscle 有點奇怪 他吃了很多次 嗯 沒有聽過必吃Muscle 這件事 這間呢 就在剛剛的咖啡廳店對面 排好多人 我們可以晚一點再來吃 那你也吃什麼 他這裡好多店喔 看起來都好好吃喔 這有賣餃子跟炒麵 對 然後剛剛也有看到有人吃 買Churros 然後配了咖啡跟巧克力 對 這裡超多攤位 感覺都很好吃耶 嗯 看他這邊中間還有一個那個 吃東西的地方 入味區 對 像新加坡就是 美食街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子 你看 你看 我去伴手禮 就來這裡買 嗯 很適合在這種地方買 嗯 超壯袋鼠 你看 這個是真的袋鼠喔 袋鼠爪子喔 真的 認真的 他還給他弄成這樣 在這邊啊 有這間Donuts的餐車 也是很有名 就是他們真的就在餐車裡面 然後坐那個 甜甜圈 那甜甜圈 它不是那種外面有果糖漿的 它是裡面放果醬的那種 五個十塊 五個十塊 還超長的耶 你想吃也吃不到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Muscle 真的Muscle 給我朋友推薦 嗯 應該是 因為現在我已經在海邊 所以它就是海鮮 蠻新鮮的 我是有點不懂耶 必吃Muscle 這不是都是平常一大堆的 那種的 沒有人想 有喔 你看我們在法國市 那Muscle也一堆耶 我有看到有一個商店 他是想要買回去煮 然後他就來買湯 然後跟生的這個 然後他這邊呢 有賣很多種不同口味 對我們點的就是類似那種白酒蛤蜊的那種口味 對 然後還有看到那種像是紅醬 番茄醬的那種 然後還有那種像是玉米濃湯 海鮮濃湯那種 然後我們點這個這樣一盤十六塊錢 欸 我們點吃吃看 我覺得很新鮮的味道 在剛剛那個市集的旁邊呢 這邊也是一區 這邊應該算是兩區 市內的 然後 然後這邊賣的就很像是我們在歐洲的市集一樣 就是會賣一些像起司啊 橄欖啊 然後 Sausage 這種 有一區是賣這種 然後另外一區就是賣 各種的肉類 海鮮類 這樣子 這個怎麼吃的呢 怎麼那麼多人在排呢 很好玩 這間餅我有找到耶 這間餅很多人吃 他除了有賣肉類的全餅之外 他有賣那種蘋果派的那種 欸 你看 這邊 這是有賣袋鼠肉嗎 喔 太驚訝了 那裡啊 紅色的那個 我剛剛在外面在一個紅衣家 對 這也很適合來吃好看 買個麵包 然後在這邊 再買個咖啡 然後你要買甜點也可以 然後吃完之後 然後這邊逛 逛完之後呢 再來吃中餐 吃個捲餅啊 這個 這個好像滿多耶 杯子蛋糕 甜食 那一家 那一家殼中看起來也很好吃耶 如果說我們早點發現的話 我們就可以省五塊了 好 那我們現在騎到這一區 Factory 它就是有一些品牌的 Outlet 會在這邊 這裡感覺就是一區工廠的區 反正像是在英國 那個Burberry的Factory一樣 對 這邊像是有Lululemon啊 Petagonia 然後Map 對 我們要來這邊 主要來逛這幾間 這邊除了非常多逛街的地方之外 也有一些像那種塗鴉牆的裝飾啊 然後有些咖啡廳啊 酒吧啊 還有很多很棒的餐廳在這邊 所以這一區呢 Factory呢 這一區也是 大家來到墨爾本 都一定會必來的一個區域 想要逛街吃東西 喝咖啡喝酒 都會來這邊 好我們剛剛買完東西之後呢 是不是超好賣的 對 好亂喔 我們現在來這附近 找到一家吃墨西哥菜的店 然後來吃這間Tacos 嗯 這個 好 然後我們點了四個牛肉的Tacos 跟一個Lemonade 這一片片切的蠻厚的 你看看它這個牛肉是一片一片的厚厚的一間 可是它這個Tacos是比較小一點的 我要吃囉 好 然後它口感蠻加實的 它肉很多耶 然後它旁邊還有這些辣醬可以加耶 對 不錯吧 好吃吧 在這一區其實還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嗯 像是早午餐店 麵包店 咖啡店 但他們都很早關門了 大概三點就關門了 對 所以如果說要來這邊的話 要早點來 今天這個時間選 這間有點選錯了 我們應該去吃三點關門的店 因為這間比較晚關門 它開到晚上 這裡是秘境耶 這裡有夠秘境了吧 嗯 可以看到這整個街區的這個風景 都是塗鴉匠 嗯 然後可以在這邊拍照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他們這個Vittoria Library 這裡很壯觀吧 這個圖書館呢 已經有150年的歷史了 然後裡面呢有個八角月朗石 是來到這邊 大家都會去參觀的一個景點 那這也是個免費的圖書館 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免費大眾圖書館之一 哇你看這圖書館很美耶 對啊 對啊 人家可是很有歷史的圖書館 哇 哇好美喔 哇好美喔 這裡就是那個八角月朗石 我們去看一下 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個陽台上面拍照 我們在紐約的時候 是不是有一個這樣的圖書館 對啊 我不是有帶你去嗎 你叫什麼 我還很怕 可是沒有那麼多人在 走來走一遍 這麼多遊客在這裡 他們會覺得很棒 欸 要不可以工作一下 我們來看看 這裡的圖書館 跟紐約圖書館用的燈跟椅子 都是一樣的耶 嗯 都是綠色的 跟木頭一樣 對 牛肉麵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 他這邊就有賣很多 我們在台灣會看到的料理 像是牛肉麵阿 麵線阿 麻辣燙阿 米線阿 對 牛肉麵看起來好好吃喔 他這邊就有賣很多 我們在台灣會看到的料理 這邊 這邊吃了的選擇 感覺比雪梨有更多 我覺得在莫爾本的航人街 好像比雪梨的航人街還要大 還要多墊 接下來來到這個 你說是景點的地方 這裡 看起來是景點 對 來這個Coco Black 來這邊看一下 這裡是賣巧克力的 很多人買巧克力會來這裡買 剛才外面那一條呢 他就叫做皇家貢 他這間阿 巧克力店阿 除了在賣巧克力吃的之外 他還有賣Powder的巧克力粉 配泡的 我剛剛就看到有人買一個 就粉回家泡這樣 我看到這種 哇39塊錢阿 鴨嘴獸超可愛 然後很多人來這邊 他們會喝客 我們現在來到莫爾本的一個知名的地標 就是這個車站 Blinder Street Station 他旁邊還有一個教堂 聖保羅教堂 那這邊呢 除了拍照逛逛之外 也會去前面的咖啡一條街 然後後面也有個塗鴉牆一條街 也是很漂亮可以拍照的地方 然後呢還有人會去河畔那邊走 對 去那邊散步 然後那邊有幾個橋 去那邊拍照也是很不錯 那在過去呢 也是有幾個景點可以去 對 他的景點拍照 就是集中在這一區比較多 嗯 而且周杰倫也在那個位置拍過照 對 就是一夜那一夜 然後那邊左轉呢 是聯邦廣場 然後還有一個橋 叫做王子橋 也可以去那邊走走 可以去那邊走 我可以去那邊走 那邊走 我可以去那邊走 然後還有一個居坡 然後還有一個居坡 有機靈 我可以加上行嗎 好嗎